所以其实当小鬼说 你管不着的时候 促使我说出这些话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是背后关注的尖叫声 就是小鬼发出那种 你管不着的时候 你知道全场 他的粉丝那种尖叫 我当时第一句话 不是像你们看到 这个节目里说的 说所以我管得着 那是一个情绪递进 我当时拿过话 总第一句话说 小鬼你听见了吗 你后面的粉丝支持你 这是他们的尖叫声 我说在我看来 你的这些话 就是一点都不苦 然后我现在告诉告诉你 我是一个互联网工作者 我用我的专业 我去分析了 喜欢你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把那些数据一说 其实有那段了是吗 对 全部都剪掉了 所以最后我这个情绪 是因为我说那些话 滚上来了 然后我说 我不但管得着 而且我管的就是你这样的音乐人 在这个台上 不能有这样的态度 所以他后来说 说你改变不了我什么的 那个时候 我其实想跟他 最后的结尾是 我也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可以去想 你自己是一个艺术家 你可以觉得我没有必要负这种社会责任 我说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评论者 我是要负这些责任的 然后就是我今天跟你提的所有的意见 都是在理性的基础上 在谈论音乐 你可以不接受批评 但是你要想好 你的所作所为 给那些非常喜欢你的人 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率 我看你会有什么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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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